任何一檔股票都可以透过财报分析 计算出它合理的企业价值 在股票市场中其实要赚钱 除了好公司之外 好价格也是非常重要 股票市场赚钱有几百兆 但是真正能够让你安心赚大钱 真正能够让你用投资的方式 去看待股票这个市场 真的就是买低买高 你focus在企业上 focus在企业价值上 而不是每天在那边追着小狗跑 追着那股价的波动 我要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标股金APP里面 我们在最新的版本 这个PEG纳金群 一样有这个小素描的依据 你就会看到特价便宜合理 昂贵跟疯狂 好价格的部分除了PEG之外 我们标股金里面还有河流图 用滚动式的 这也是市场唯一一个用滚动式的客流图 那这也是市场唯一一个财报AI的APP 标股金除了计算好价格之外 那刚才庆龙不是有提到说 我一本著作12招 独门秘技找出标股金 那里面有非常多的高胜率的选股策略 那这也都收入在标股金里面的选股 那这放在所谓的龙选股里面 它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的去筛选标的 有机会可以让你赢在起跑点 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 欢迎可以先加入这个免费的LINE群 扫描这个QR Code 你就可以享受第一手的股市资讯 跟赢家的观点 那最近不知道大家的心情如何啦 那其实我应该这几天 应该说礼拜二的时候 其实是蛮积极的在进场买台股的 那我要跟大家同学讲啦 因为我刚才稍微看了一下 有一位同学叫Frank嘛 然后他可能在这一段时间 他有买台积电 然后我们看到最近的台积电的股价 出现了直直落的一个状况 然后他的想法是亏死的 大家太重视短线的一个股价的波动 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太在意 这个股价短线的波动 那你只要记住你所买的公司 到底是不是好公司 只要记住你买的一些价格 是不是好价格 那自然而然 其实股价短线的波动 他最后都能够回到合理的企业价值 所以我觉得当市场 因为会有一些原因 可能造成股价的短线的一些剧烈震荡 但是这些原因过后 那自然而然其实好的公司 他都会回到他合理的企业价值 那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直播的一个主题 这个直播的主题就是要告诉大家 其实很多的好股票 他会越跌会越美丽 那真的当我一直在常常讲了 股票要赚钱的方式其实叫做买低卖高 那什么时候会低 只有股价在跌的时候才会有低点 那通常股价在跌都会伴随一堆的利空讯息 所以当股价在下来的时候 其实你要勇敢的去承接一些好股票 那当然当他开始出现了一些反弹的时候 那通常都会伴随的一些利多的讯息 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寻找一个 合适的一个卖出的点 那我觉得刚好这也 刚好我觉得最近的行情的波动 也可以跟大家好好的来说明 就是所谓投资跟投机的差别 就是我觉得大多数太多的投资散户 其实在看股票市场的时候 都把它当做投机的市场 把它当做赌博的市场 所以自然而然你对于股价 这种短线的一些波动 你常常会心里会害怕 或者是常常会过度的乐观 或多过度的悲观 那我觉得刚好最近 我有一些经验 可以跟大家分享 什么叫做投资 什么叫做投机 就刚好举例来说好了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 买股票 其实他跟你买一张 比如说你买一张台积电的股票 跟买下台积电整家公司 是没有任何在投资思维的差别 大家有听懂吗 这是巴菲特讲的 不是倩永老师讲的 就是你买一张台积电的股票 跟买下整家台积电的公司 你背后的思维是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的差异性 所以其实当我们今天决定 要投资一档标的的时候 其实你一定要去思考 如果我完全的 拥有这家公司的时候 我该如何的去做一些 投资决策的一些判断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很多的人 在看待股票的时候 跟大家讲 其实买股票 你即使买一张台积电 其实你就是持有台积电 可能百万分之一的股权 那当然台积电 它营运有获利 那自然而然 它就会按照这个股权 分配给它长期持有的股东 所以其实我觉得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第一个概念 就是你买一张台积电 跟买下整家台积电的公司 背后的投资思维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能够 你清楚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时候 那自然而然 你在看行情的波动的时候 你就会更加的了难于胸 怎么说呢 其实如果 我刚才讲 如果你是要买整家企业的思维 那你会去思考什么 我觉得不要讲台积电 台积电可能距离很多人 都太过的遥远了 我们可能举例说 可能我今天想要做一个小生意 我今天可能要经营一家便利商店好了 我们看到最近很多的人 他们可能因为想要觉得便利商店的这个 便利商店它可能可以让创造一些大家的收益的来源 所以有些人就会开始进行便利商店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假设今天有一家便利商店或者是咖啡店好了 想要转让给你 那你要愿意用多少的价格去买进它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在看投资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乎的是什么 我们在乎的是这家公司它到底值多少钱 这就是投资真正的关键了 就是你在乎这家公司到底值多少钱 那至于这家公司值多少钱 它必须得取决于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这家公司到底能够赚多少钱 举例来讲 我刚才讲说可能一家便利商店 或者是一家咖啡厅 它可能想要转让给你 那你身为一个购买者 你的思维是什么 当然很多人会说我要思维 说这家店它是不是坐落在一个人潮多的地方 是不是坐落在一个好的位置 或者它周遭附近 有没有说相同的竞争对手 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些 应该说协助我们去判断 是不是这家便利商店 或者是这家咖啡厅 它是不是值得去做投资的一个 一个初步的想法 但是真正的关键 真正的关键就是 它只会归结一个数字 就是我到底这家店 它到底一年可以赚多少 假设这家店 它一年可以赚100万 好了我们扣掉所有的人事成本 扣掉所有的费用 扣掉所有的税之后 你可以知道 这家店它一年可以赚100块 赚100万 那假设一年可以赚100万的一家店 你愿意花多少钱去购买它 那有些人觉得可能500万 500万 如果你要花500万去购买的话 就代表你五年可以回本 因为它一年赚100万嘛 所以你用500万去购买它的话 那自然来你每一年回收100万 每一年回收100万 那五年就能够回本 那假设它你用1000万去买 那因为它一年能够赚100万 所以它就代表它10年能够回本 那这个回本的概念 回本的概念 其实就是股票市场中 本益比的概念 我们在常常讲本益比 本益比指的是什么 本益比就是指的 投资这家公司多少年能够回本 那本益比怎么计算 本益比计算的方式 其实就是用股价 它的现在目前的股价去除以它的每股盈余 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出多少价 去买这家公司 它每一年能够创造出多少的盈余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那个便利商店的案例 我可能我出价500万 它一年可以100万的获利 那100万这个就是它的EPS 500万那个就是它的股价 所以股价除以EPS得出5 这个5倍 这个其实就是本益比的概念 那相同的啊 其实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 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思维 那我问大家 假设一家公司 可能它一年赚100万 然后你用500万去买 5年回本 你用1000万去买 然后10年能够回本 那通常如果就正常的逻辑是什么 正常的逻辑应该是我们会希望 用越低的价格去买 会越好 对吧 就是我们如果用1000万买 要10年回本 如果它一路的跌价 跌到700万买 那我7年就可以回本 如果跌到500万 那我5年就可以回本 那自然而然 其实你就会很开心的看到 这个可能卖家 它不断的在降低它的价格 因为你知道 当它的价格越低 你回本的速度会越高 回本速度越快 就代表你的投资报酬率越高 这就是我们一般我们在日常 我们在做商业行为的时候 大家习以为常的一个状况 就是当价格越低 我们会越开心 因为我们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 可以加速我们未来回本的一个状况 那相同的一样 我们为什么我们买东西的时候 喜欢去百货公司 周年庆去买 因为我们知道周年庆会打折 如果打折越多 代表你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 去买进你所享有的这个东西 那同样的企业经营 也是这样子的状况 但是股票这件事情 在股市市场中 因为市场充斥着太多 所谓四四而非的论点 充斥着太多 把股市当作投机 当作赌博市场 这样子的分析论点 所以导致了很多的投资人的想法 在面对股市的时候 是完全错误 而且这个错到我们认为 真的常常都在做傻事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股票市场中 会常看到 有人可能会花3000万去买 可能一年只赚100万的这家便利商店 或我们刚才讲的这家店 那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 3000万不是他30年才会回本吗 那怎么会呢 愿意用这么高的价格去买 唯一的理由是什么 唯一的理由 应该说为什么有人会用3000万去买 这种可能一年只赚100万 我们可能觉得不可思议的 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那关键可能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买的人 他根本不知道这家企业 到底值多少钱 他根本不知道 他可能手中就是刚好3000万 然后突然想拥有一家便利商店 想拥有一家咖啡店 想拥有一家店 那我就买了 买了之后再来想办法 买了之后 我已经拥有了那个店了 所以他根本不清楚 他所投资的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还有第二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是什么 第二个理由 他希望他用3000万去买 明天或者是下个礼拜 有人用3200万把它买走 那为什么有人会愿意用 3200万去买走这一家 一年可能只赚100万的这家店呢 原因也是两个 第一个可能他根本 不知道这家公道值多少钱 第二个他希望明天或者下礼拜 有人再用3400万把它买走 所以这就是股票市场 我们所看到的很大的一个状况 就是大多数的散户 我看到很多的投资人 都把股市当作赌场 在把股市当作投机的市场的时候 每天就在追逐那个价格的一个波动 在追逐价格的波动的时候 股价跌会害怕 那不是很奇怪吗 股价跌 那代表你买进这家店的价格越来越低 那怎么会害怕 应该会开心啊 所以刚才有同学说台积电一直跌 感觉好像亏死了 那就是代表你是用投机的角度 在思考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是用投资的角度 你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应该会非常开心 因为你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 买到好公司 你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 买到未来有持续获利的公司 那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投资报酬率会越来越高 所以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要给大家在刚好最近行情的波动加大 刚好在这个时候跟大家说这样子的概念的时候 大家应该会比较有感受 比较有感受 什么叫做投资 什么叫做投机 真正的关键其实就在于你到底是以股价的涨跌作为你判断的依据 还是你是以这家公司的企业价值还是以这家公司营运的状况当作你判断的依据 两个的差别就会导致你到底是把股市当作是投资的市场还是你把股市当作投机赌博的市场 好这就是所以应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好股票会越跌越美丽 其实关键其实就在这个地方你好股票股价跌的越深就代表你可以买到的价格越便宜 代表你投资利润可以更高 那这个就是一个正常应该说你应该是要开心的 那当然其实很多时候在投资市场中比悲伤还要悲伤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明明知道这家公司很便宜 但是你已经没有钱买了就是已经手中没有钱加码了 所以你要如何避免这个比悲伤还要悲伤的事呢 其实关键就是平常要做好资产的配置 平常就要做好一些现金的规划 像庆农常就在分享我自己嘛 其实我在农历今年的农历春节以前的时候 我的股票跟现金的比重大概就是股票大概六成 现金大概是四成 然后这四成什么时候要用 这是为什么要保留四成的现金 这以我个人啊 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你可以股票是五比五 你也可以股票跟现金的比重是四比六 或者是三比七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风险承受度都不一样 但是我以我自己的操作的经验来讲 我在农历春节以前 我的现金跟股票的比重大概就是四比六 然后最近股票开始跌了嘛 那我就开始拿我那四成的现金 开始买股票买股票买股票 然后去拉高我的股票的比重 那当然当如果股市出现了一个比较 这个其实就是平常你要做好资产的配置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当这个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掌握得到 因为很多时候这种报复性的反弹 是来得又快又急 所以只有你做好这种 平常做好这种资产的配置 做好现金的这个配置 那自然而然就对这个 这个操作来应该说 在行情的波动的时候 应该会更加的乐见 目前的一个状况 像我我自己最近就还蛮开心 这股市的这样跌 因为我用我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 买到我心中所设定的一些好股票 那代表什么代表我未来可以创造出来的利润会越来越高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 当你把股市当作投资的市场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就会有这样子的感受 好那第一个 其实我要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个概念 其实就是你买一张台积电 跟你买全部台积电的股票的思维是没有任何的差别 这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个概念 你买一张台积电 跟你买下一家台积电的所有股权 背后的投资思维是没有任何的差别 所以你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去想 你才有办法把股市当作投资的市场 你才有办法把投资股票的这个过程中 调整成为投资的一个心态 而不是以每天股价的涨跌 作为你判断的依据 股价在跌的时候你就害怕 那不是很奇怪吗 股价跌你可以买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好公司 你应该开心啊 为什么你会害怕 如果你会害怕 代表你用用错的心态去看待股票市场 好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概念其实就是 最近我们看到台股 比如说台积电好了 台积电会从680一路的跌下来 那当然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外资拼命的在卖台股 那今年以来应该外资卖超台股的金额 大概已经应该已经超过4000亿了 那我很多在卖超台股的时候 疯狂卖超台股的过程 也会让很多的台股的一些散户 可能有一些 大家觉得是不是外资看坏台股 那我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二个观念 其实就是 就是外资狂卖台股 或者是外资狂卖台积电 不代表他看坏台股 也不代表他看坏台积电 那有听懂吗 我今天带给大家第二个概念就是 外资狂卖台股 或者是狂卖台积电 不代表外资看坏台股 或者是外资看坏台积电 他觉得好唠口 或是觉得不合理 如果我没有看坏它 那我干嘛卖它呢 不是吗 如果我没有看坏它 我干嘛把它卖出呢 很多时候卖股票的理由 不见得是看坏 不见得单单纯纯是看坏 而是背后有一些 他们可能一些 可能比如说外资来讲 他们可能有背后的一些 他们的投资人 想要赎回的这些压力 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外资 所谓的我们看到外资 其实就是美国的投信 欧洲的投信 到台湾来讲就是认识外资 台湾的投信 我们叫做内资嘛 叫投信 但是如果是美国的投信 欧洲的投信 日本的投信 那对我们来讲 他们就是外资 那既然叫投信 他们就会去募集投资人的资金 然后募集投资人的资金 然后进到全世界各国去做投资 那台股也是这个 全世界各国投资的其中一环 那有一些像主权基金 它背后的资金者 出资者可能就是政府 那比如说挪威的主权基金 背后的其实就是政府 他们掌控很大的退休金的 退休金的部分 那新加坡的主权基金 其实背后也是政府在出资 所以当今天可能因为 会有系统性风险导致着投资人 想要赎回的时候 那自然而然 外资就必须得去拉高 他的现金比重 拉高现金比重去提供 他的投资人赎回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那除此之外 除了这个赎回的需求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其实很多时候 卖股票的原因不见得是看坏 单单纯纯就只是因为赚太多了 赚太多了 想要获利了解一点 那刚才不是有提到吗 今年2022年以来 其实外资卖超台股 已经超过4000亿元 大家觉得好恐怖 卖成这样 是不是台股非常看坏 是不是外资 是不是非常看坏台股的一个发展 其实不尽难 其实你只要去了解 他们的这个卖超的 这个背后的动机的时候 其实你或许会有些不同的思维 举例来说 其实大家知道像 我刚才讲 这一波外资卖超台股4000亿 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赚太多了 因为去年外资 光是持有台股的市值 就增加了4.9兆 增加了4.9兆 所以他增加了4.9兆 然后卖个4000亿 还不到十分之一 对啊 他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获利了解 那这个怎么计算的 其实是用我们这个台股 加权指数 现在在2021年的时候 总市值大概是来到了56兆左右 那大家知道2021年的台股 是一个多头行情 当时的2021年台股整整一整年的增长 是来到23.66% 所以换言之台股在2021年市值增加的金额 就高达了11.378兆 那外资其实持有台湾加权指数 如果以2021年年底时候的水准 43.48%来计算的话 其实2021年外资不需要买台股 光是手上持有台股的部位 它市值就增加了4.97兆 就我不用买 我市值就增加了4.97兆 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因为股价在涨嘛 股价在涨市值就会上升 市值在上升的过程中 那当然它就会有所谓获利了结的一个需求在 所以以2021年来看 2021年由于台股的涨幅是来到23.66% 然后整个台股的市值是增加了11.378兆 所以外资以这个持有台股 43.48%的这个持股比例来看的话 光是2021年外资持有台股市值增加的部位 就来到4.947兆 所以按照这样的结果 你去试想嘛 假设你今天你手中 你的持股不断的一直在走深 那你会不会想要卖一点 我今天我可能原本我持有了100万的股票 然后应该说100万的股票好了 然后去年假设我持有100万的股票 然后去年成长了23 所以我赚了23万 那23万中我卖个2.3万 你觉得很夸张吗 你觉得很多吗 其实一点都不多 你大家听到我的例子吗 假设你现在手中100万的股票 然后去年因为台股成长了23% 所以你的100万的股票 经过一整年之后 你的市值成长到123万 然后一共赚了23万嘛 那赚了23万中 我卖我赚钱的十分之一 2.3万 你觉得是因为我看坏台股吗 当然不是 纯粹就是我只是想要把我的 把我的获利 应该把我赚钱的部分 获利了解一部分 对啊 这个 这就是我要给大家的一个概念 对啊 就是我自己的 在我们下期间 有的